8月18日 全球跨境共享平台 乐上优品 在美国洛杉矶正式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乐上之心 乐上公益基金会是一个公益的非盈利的组织 是由乐上国际公司资助的公益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进行社区的健康教育 我们倡导一个乐活的健康的都市的慢生活 我们希望会在全球的会员的社区 来进行广泛的持续的健康的教育 基金会的使命不仅仅是为肿瘤等恶性疾病患者 提供帮助和关怀 更希望通过持续的社区科普教育 让健康乐活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本人是生活化学的博士 那我在十年前是从事这个肿瘤的营养干预的研究 所以在十年来我就有一个愿愿 是我觉得希望有一个机会去做这个工益和慈善 所以当我在创立这样一个公司的时候 那么我就希望能够完成这样十年来的一个夙愿 所以从伴随企业的成长的时候 也开始伴随公益的成长 乐上优品商业模式 包含会员共享的特色 会员在乐上的每一次消费 都会为基金会注入资金 我们有两种方式 最普遍的是我们在社区进行营养的健康的教育 尤其是肿瘤的营养健康的教育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对于肿瘤患者的这种帮助和救助 特别是乳癌和儿童的白血病的救助 洛杉矶 肿瘤地市市长康家生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等众多来宾 参加了乐上基金会的乐上之心 成立仪式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